哈喽大家好,我是Zoe 今天人在新春 因为有一个好笑事想分享给大家 那现在你只要参加一个韩国文学作品的评论比赛 你就有机会来韩国这边啦 还可以先来看看你想念的学校 哈喽大家,这次受到韩国文学翻译院的邀请 宣传这一支文学评论大赛 那大奖就是11月初9天8月的面费韩国之旅 韩国文学翻译院一直致力于 将韩国的文学作品翻译成各国语言 然后宣传到海外 这一次也特意为比赛挑选了五本优秀的韩国文学作品 参赛的方式也非常简单 就是你阅读以下这五本韩国文学作品 有的是会有中文翻译 如果你会英文的话,你也可以看英文翻译的版本 阅读之后你可以以文字评论或者是视频 或者是绘画等方式表达你对这个作品的一些看法 9月底之前上传你的作品就可以参加比赛啦 好,那下面详细介绍一下参赛的方法 那第一步呢就是在大赛指定的五本书里面呢 挑选你喜欢的书进行阅读 当然啦如果你会英文或者是西班牙文 你也可以看英文译本或者是西班牙文译本的书都可以 选择完你喜欢的书之后呢 第二步呢就是选择你擅长的评论方式 比如说可以是文字评论 可以是视频 也可以是绘画形式 那我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你擅长拍视频的话呢 你可以朗读一段你最喜欢的场景 或者说简单的是有表达你最喜欢书中的哪一个部分 如果你擅长画画的话 你也可以把书里面的故事呢 变成漫画的形式 同一本书呢可以投稿多个作品 比如说你很喜欢 如果我们无法以光束前行这本书 然后你觉得你自己的拍视频也很厉害 画漫画也很厉害 你可以同一个书 你分别投稿视频跟漫画都是可以的 这样就增加你的中奖机会啦 又或者你很喜欢看书 你很擅长写评论 你分别对两本书桌头文字评论 这一个赛道呢也是可以的 那完成你个人的作品之后呢 第三步呢就是把你的作品上传到个人的社交平台 并加上以下的hashtag 最后一步呢就是第四步呢 就在大赛的网站上面报名 并提交你的作品连接 这样子你就完成啦 然后下面聊下整个比赛的日程 比赛的截止时间呢是9月底 10月24号呢会公布比赛的结果 那讲的那当然就是9天8月的免费韩国之旅 会在11月份 二等奖呢是平板电脑 三等奖是电子书阅读器 四等奖呢是amazon的礼品卡 14岁以上呢非韩国国籍才可以参加哦 好那下面具体跟大家分享一下呢如何报名 那首先呢我们登录比赛的网址 然后右上角这边呢 你可以选择自己熟悉的语言中文 然后下面这个地方呢 就是五本指定的书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可以找到五本指定书的一个购买连接 大赛首页的中间位置呢 有详细的指南 这个参赛指南呢它讲得非常清楚 包括呢对评论视频或是绘画的各种要求 例如上市的视频的话呢 是要求1920x1080 就是16比9的格式 三分钟以内 那按要求呢 制作完作品上传到你个人的社交平台之后呢 点击现在报名 这边呢是下载文字评论的一个格式 打开是这样子的一个表格 在它指定的表格里面呢 写上你的文字评论 然后再点join now 这边填上你的email 然后它会发一个code给你 然后你把你收到的那个code填上去 在选择你熟悉的语言之后呢 点击next 按照提示呢就可以参加比赛啦 这次大赛的五本指定书里面呢 其中有一位旅行作家 金巧伊 蛮吸引我的 他是浮相工业大学化学系硕士毕业 诶 妥妥的理工科耶 但是他毕业之后呢 他是从事文学创作 就好像这一次的指定书 如果我们无法以光束前行呢 是一个浪漫的科幻小说 我觉得他趁有把他学到的生化知识呢 运用到小说里面 里面有提到呢 就是被外型人绑架的生物学家 或者是呢 将人的心智呢上传到云端 如果我们无法以光束前行呢 是有七个短篇小说构成的 其中短篇小说光谱呢 还被翻拍全的电影 赶快上传你的照片 迎娶九天八月的免费韩国诗语吧 11月韩国见咯 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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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